所以黄珊珊也写那个脸书 虽然直指战斗兰 同时对于党内的蔡壁如等支流的 对他的哥哥的不敬 表示他的不满嘛 另外高宏安也不要忘记 高宏安跟蔡壁如之间的恩怨嘛 高宏安当初因为蔡壁如你的论文案 因为影响到他新竹市长的选情 叫你立委辞职嘛 这个就是高宏安嘛 现在高宏安自己出问题了 一个月前他还笑嘻嘻的 上了政论节目里面 直接讲说哎呀 他的总干事不好啦 就是会有一些问题啦 还很开心的觉得高宏安被起诉这件事情 是对民众党对于他来讲都是好事 所以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叫做柯文哲旁边四个女人的竞争嘛 那四个女人的竞争 当然最亲的还是自己家人嘛 柯妈妈柯美兰 果然柯文哲跟柯美兰都是柯妈妈交出来了 全世界最会演戏的人就是柯文哲 柯美兰也不比他哥哥太差 因为他也蛮会演戏的 为什么他用无党级 我直接讲嘛 如果今天他用民众党 挣挣钱我就教你一招就好 比民调 正常辩论 输的退选 那柯美兰一定退选啦 如果今天柯美兰如果用了民众党 我正正解决直接用这招对付你 如果你拒绝 如果你拒绝 那你为什么我们总统侯友宜要接受 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吗 所以柯美兰不敢用民众党来参选嘛 柯文哲也不让柯美兰用民众党参选 但是柯文哲要不要柯美兰参选 当然要嘛 因为接下来公安起诉定罪这件事情 大概就是差不多了一件事嘛 昨天在法庭上的辩论 他不是自证清白 自制都在自证自己的犯行 为什么呢 因为检察官说 这个助理费不是助理的助理费 竟然他说人事费跟业务费可以流用 这句话里面就讲了说 他有流用到业务费嘛 先不管他的眼皮贴到底是不是业务费 第二个我就直接讲高安不懂法律 立法院里面的人事费不是给助理的 立法院的人事费是给立法院里面的什么秘书长啊 立法院有一些人员是人事费 助理费就是助理费 助理费就是要给助理的 所以检察官才说嘛 助理费不是助理的嘛 所以你已经自证你把助理费移到你的业务费 然后你的业务费又去买眼皮贴嘛 这个东西就叫做贪污 我直接讲 这件事情已经去铁板钉钉在那边了 所以在新途市这个权力真空的情况下 少了一个女人要谁来补嘛 当然是自己的亲妹妹柯美来补这个女人的位置 对柯文这个来讲是最放心的一件事 到底这整个过程当中 他都是在为谁而努力呢 是为利益在努力吗 我们先从这支票说起 因为上次特别谈到这件事情 就是因为呢当时在这个据了解呢 这个中国上海呢有一个活动 好这活动是跟消费性有关系的 所以呢郭喜呢想要去那边看看有没有什么生意 那当然就听说马文军可能跟当地很熟 所以呢就邀请了马文军呢 替马文军他们这些人呢 互了17万8640元送他去这个上海 好那当然这过程当中发生了第一次 他们彼此是有些有些这个怨言 因为马文军去的时候呢 并没有替郭喜达到他所需要的 就是认识当地官员 看起来马文军没有 但马文军有做一件事情 他去见了国台办 好中间过程呢 把郭喜晾在一边呢 跑去见了国台办 当然对这个郭喜来说 当然就到现在还更根据万嘛 郭喜觉得受骗嘛 对嘛受骗 你不是跟我讲说很强吗 好那当然这边演了一出戏哦 那回到台湾的时候呢 这个这个郭 这个马文军呢 现在就出示了这张支票 当时呢就付了这17万8640元 给了这个这个郭喜 但是然后说句话 郭喜在之前哦 这个支票之前就已经说了很清楚 这笔钱是我付的 招待你们去出国 而且你们你去了这个国台办 那这个马文想用这张支票出来 现在被抓到了 真的证实某个餐厅 他到了餐厅的时候呢 这个从郭喜的这个 他的这个秘书那边呢 拿了一个袋子拿走 据了解里面是18万元 连利息金都拿进来了 因为你支票是17万8640元 但是据了解 那个袋子里面呢 装了18万 也就是说这张支票是虚晃一招 从这个角度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如果以上郭喜的内容是正确的话 那换个角度来说 连这区区的这1460元 这个马文军都想要A 好但我要说一句话 这过程当中当然也就知道 郭喜其实对马文军是非常了解的 那也换个角度来说 这就是马文军厉害 而且非常糟糕的地方 既厉害又糟糕 怎么说 邵伟阳将军他是一个军人 好他这句话我觉得很重要 我看到立委 有拿一个类似手机的东西打电话 他知道那个不是手机 所以这句话很重要 但是当然邵将军也很客气 他并没有指出 到底是哪一位这个立委 那当然邵俊县就说一句话 时间就还原 就是3月28那一天 事实上就是马文军 那也不要去怪这个中将 因为未来还有很多案子要进行 昨天王定宇也有说 邵委员有跟他报告 是 有跟他报告 昨天 昨天我觉得王定宇 在做这个位置 讲的 王立委员 做这个位置讲得很清楚 我想所有的观众都很清楚 还原那个县长 非常直接 但是邵俊县讲一句话 他说为什么这个马文军这么大胆 而且这么敢做这件事情 原因他知道 因为整个秘密会议上面 是没有录音 没有录影 等于马文军吃定一句话 没有物证 他就知道这样 所以他就在 在这个邵将军 还没有证词之前 他就跟他讲说 我拿到手机进去啊 我没有 因为里面不能录音嘛 不能录影啊 好了 但回来一件事情 而且他还判读一件事情哦 国防部绝对不敢 惹委员不开心 对 所以他抓死力了 所以他才可以这么嚣张 所以我说他既大胆又可恶在这个地方嘛 是不是这样子 对我刚刚有问说 PH那个是没有通年记录的是不是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PH它是一个比较 就是我们说的短波段的音频 所以它穿透性高 那通常你必须有一个主机在旁边 所以有人说当时PH手机曾经有断流行嘛 但发生那件事你到偏远地方啊 或者是比较不是市区密集地方不好用 因为他的基地台要非常密集 那因为立法院有一个基地台 所以PHS就可以拿来使用 他穿墙的能力是比较够的 但是那些是没有留下记录的 没有办法 因为他是没有 他的主机是在立法院 那一般我们的手机啊 主机是在这个电信公司 所以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那因为他这个发射频呢 是在这个主机呢 是在立法院 所以立法院他不可能去设 这种大型的这种录音设备啊 所以当然就这个没有办法去查事情 所以整个过程他就是很大胆 但是很糟糕 好所以换个角度来说 马文军错过一件事情 将这些军人是有荣誉感的 所以如果你直接问他一句话 有没有人在那边打电话 将这些军人一定会说 我确实有看到嘛 我觉得马文军很可恶这件事情 他是打算糟蹋这些国具荣誉心吗 所以他现在所说的每句话 都是朝这方向进行 好我要特别提一件事情啊 因为这个案子 如果你把我们过去的故事 过去所讲事实连在一起 你就非常清楚 这个关键的时间点 就是总共有五场的密会议 他的第一场会议 就是2019年3月28号 这场会议讨论什么东西 马文军你不要再骗了 这场会议就是讨论JL的输入取可证 军方那时候因为有外界质疑 所以其实输出去是有让这些立委 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看到的嘛 当时这个马文军也在会场说 这个输入取可证 是不是真的嘛 后来我们就说公开场合又问一次了嘛 那么这个当时的严部长就说一句话说 这已经经过第三犯认证 我问一件事 卖烟草的怎么做地方认证 所以整个过程看得出来 马文军是既大胆又可恶的地方那边 好但是我觉得最恐怖的一件事情 就是刚刚谈到的这个事件嘛 就是当时的时任空军中将参谋长 这个位置有多高啊 一样杨国亮直接入骂 而且要求放弦 目的就是要拿特定厂商的这个标案 可是你不要想看这个地空跳平 无线电系统有多重要 我觉得你要标单是一回事 但这个东西有多重要 可能就是F16他如果还没升空 还在路面上的时候 他需要一个转接的这个讯号 就是这个东西 他开机速度要非常快 但是这个设备不行 好当然我要跟还是要跟大家报告 最后这个案子呢 我们这些将军呢 这些所谓的摩长呢 他们并没有吃这一套 有守住 最后订单还是被中华电信给拿走的 但问题事情是 这个问题是需要60秒 这家公司是要180秒 怎么可以接受 所以但我要说一句话 最后这件事有守住 可是看得出来 马文君的下面这些人 是有多凶悍的 直接把参谋的官员 直接在这个 而不是不是在立法院哦 他是在外面的办公室哦 直接叫过来骂 这种状况你说马文君还可以听吗 好回头一件事 如果今天这32位的立法委员 真的要挺马文君 挺啊 因为市政明件事 你竟然挺的是一个基本上 泄密的集团 让中国开心的集团 希望我们浅见 不要去坐下去的集团 那你去挺啊 这个赵赵刚要挺 挺啊 全台湾知道你挺啊 是来来 那看起来 马文君这些人一一被揭发哦 那他现在的态度呢 依然要骗全台湾人民吗 他们态度非常简单 第一个他就是不断的骗 非常cose 他为什么一下子敢讲国防部 对不对 说跟我讲不是军事机密 一下说是外交部 叫我直接给这个代表出 非常简单 因为cose啊 我是大立委 我是资深立委 我可以冻结预算 我可以杯葛你 我可以把你叫来骂 你敢怎么样 那就刚刚讲的啊 这个会议里头 就不能录音录影 不能干嘛 没有误证 没有想到 人家这些部会都出来讲 有人证 有人证了 为什么 因为如果真的外交部 不否认的话 默认的话 不否认的话 那边外交部指使他给 韩国耶 驻台代表处 那是跟他一起泄密吗 拉外交部下水 对而且你会害死人的踩到红线了 所以马文区为什么敢这么cose 吃定嘛 我是立委啊 不然你敢怎么 我就算出来啊 你看到今天我们说 赶快啊 你不要再他自案了 人证物证都有了 该转证自案的吧 要不要去搜索 还记得高宏安的事件 才晚了多少天 物证都不见了 不是吗 但是问题是 我是任委呢 你敢来搜吗 立委在开会期间 还有不受逮捕的特权嘛 吃定了这一点 所以各位你想想看 如果让马文区们 或者亲中政党在国会过半 甚至于像柯文哲讲的内阁字 马文区可以去干国防部长 哎呦 吓死了啦 本来的内阁字就是阁员嘛 就是这个议员来兼 阁员兼部长 对啊 他不是最资深吗 台湾不是死了一条 恐怖嘛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刚刚讲 你说这个杨国柱啊 杨国梁兄弟 为什么跟这人唱歌 他不是只对空军的 对不起 刻在各种军种心中的名字啊 陆海空军弄 陆海空 宪兵 通通都有 周刊就这样报道啊 只要跟通讯有关的 护航那个什么俊伟啊 叫过来骂呀 我请问大家 如果不是后面的老板纵容 杨氏兄弟 敢如此吗 这里面就讲到了 好了 就这么巧 PHS 在里面开始不断的打 为什么在GL的时候 会这样马文军这样出来 大家想两条线索就好 第一条线索 马文军我们看到了 包括立法院会议公报里头 有没有出来 就是说 请问他有没有对国防部一再刁难说 干嘛 非得 这个为什么不用建农级的 为什么不用核商的 我们以前就有建农级的 我们可以用逆向设备 公开要护航核栏商 公开护航 这里面到底让我们有很多很多 很合理的可以联想 那请问一下 万一有什么样 有没有对价关系呢 不然你马文军 为什么这样护航核商 我不懂 对不对 好 这里面要不要来侦办 这第二点 第三点 我要告诉大家 这件事情 为什么让我们很痛心 我们台湾过去非常可怜 只能买荷兰的 那荷兰百 要卖给我们八艘 两艘之后就没办法 因为中国的压力 好 我们后来好多 好长一段时间 我们想发展浅见 可是各国不愿来帮忙 为什么这次找到GL 我可以告诉各位 其实有两大系统 核商跟英商 英国就是默默的 这样子来帮忙 这里面有几个 很重要的国际因素 第一个因素就是 2020英国脱欧 它需要帮这些厂商 找定单 第二 反送中的事情 对香港这样 香港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 所以英中关系交坏 加上美中的对抗 所以我们才有这个机会 可是马文军这样 想方设法的破坏 那甚至说成是 海底棺材 我告诉各位 就是刚刚 自由时报出来一个最新的 这不是我乱讲 这是日本的海上自卫队 总是实力一流的吧 日本人讲话是 非常的有分寸的吧 前日本海军自卫队的 潜水艇队的前司令官 你知道他讲什么吗 他说以他这样看到之下 他推断 台湾的海昆舰是非常的优秀 优于日本现在的舰艇 他讲到这样 他说因为我们是洛克希德马丁的系统 那这个可能是美国的核潜舰设备的检疫版 他说过去大家因为中国的压力 可是这次好不容易 他语重心长讲了几点 各位来听听看 连日本人都替我们这样担心 他说这个好不容易 这次有那么多的国家 我们就把他上成是新八国联军 是要来帮助台湾的 那结果有台湾的国会议员 把秘密泄露出去 他说这个对台湾非常危险 为什么 我们将来不管要续造潜舰 我们要买武器 其他的国家会不会因此果足不前 说这台湾非常的不利 这第一点 第二点他说到什么 他说潜舰对台湾实在太重要了 为什么 台湾有两艘舰农级的 再加上现在三艘 如果我们自制好多艘的话 对中国来讲 是水面底下来无影去无踪 这对他当然有很重的嚇阻力 可是现在被马文军搞成这个样子 然后为什么中国那么忌惮 很简单 因为为什么要让阻挠 因为这是非常防卫中国 重要的武器 所以再一票 如果你投给马文军 你是不是等于支持共产党 支持台湾自我抵消武力呢 我希望国人同胞 真的好好想一想 柯文哲说 他是最会演戏的 那现在高安也在演吗 他说我这个眼泪不能够流下来 或被拿去做新闻 那明天就要进行蓝白的 二对二的会谈 明显这个蓝白这样子要谈 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都是很会演戏的 你们国民党做什么样的准备 当然我们是期待有好结果 可是对你们来讲 当然期待是破局 可是目前 不论是从所有的讯息释放出来 我觉得感觉隐约 有点尴尬 或有点诡诀的味道 感觉好像 有点 似乎有点闻当的火药味的味道 不论双方各自放出来 当然明天包括列席 是因为金普聪跟黄建廷 那民众党那边是由周瑜修 柯文哲的办公室主任 跟黄珊珊 那黄珊珊过去 比较给外界的印象是主战派 他希望维持政党的主体性 他跟金普聪的想法 就是跟那时候的讲法 这重点 是不是录音录影可不可以 之前讲法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说 之前民众讲法是让全程公开 那可是好像你全程公开怎么谈 你跟媒体在媒体前面 那里面谈 我觉得至少是营造一个气氛 气氛至少有合作的空间 前面可以让媒体拍拍 然后接着就闭门会谈 一般过去是这样子 可是如果你谈的话出来 双方各自又讲的不一样的话 那就麻烦了 我跟你讲 过去2008年国庆谈的情况 是这样 一开始都没有在对外 没有记者会 什么时候谈也不晓得 最后啪 国庆都谈成了 就签好了 几点协议就签好了 那像目前情况 双方有点各说各话的时候 那你明天进去要怎么谈 就是我这一席让你 你那一席不让我 我不分区谈几席 然后你柯文哲当政的 还是你柯文哲当副的 你不当副的 未来当行政院长当几年 谈到这样子的时候 我跟你说 下星期让你们跟政论节目 继续谈一定很难听的 就说变成要权力交换 柯文哲自己都讲了 那就是分账 柯文哲自己这么讲了 所以你现在只能营造气氛而已 我觉得甚至说 有没有可能在政部总统搭档 有没有机会 这个不是幕僚层级可以谈的 会谈到那么细 这一定是柯文哲跟侯友宜之间 一对一谈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 你幕僚谈 那你们双方主将认不认账 是 所以我觉得如果最后 最后真的真的没有谈成 甚至破局的时候 至少要维持合作的空间 至少可以跨党 都是你那户怪 不是啦 不是这样 累积相骂本不当 譬如说像之前 卢秀燕可以牵起蔡壁如的手 在台中一选区 有合作的空间 那如果完全全面破局的话 那新竹就变成一个破口 虽然柯美兰是用五档级的 那你柯文哲是要帮郑正前站台 还是要帮柯美兰站台 一定都帮妹妹的 是嘛 就这样子嘛 我说这是一个破局的状况 那接下来如果是帮 如果蓝白有可能整合的话 我认为柯美兰虽然宣布参选 可是还是有可能不登记嘛 还是留有后手啦 那柯文哲就名正言顺的 可以帮郑正前补选站台 这是可以谈得整 那如果谈不整的话 那正任前跟柯美兰 就像你讲了嘛 格格一定会出来挺 柯文哲一定会帮柯美兰站台 这是真的是 这是亲情死然 那这样蓝白就破局了 那这一席会有没有变数 会啊 就出现变数了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未来 破局的成分会比较大 台中一选区 类似台中一选区 慢慢破局之后 会不会全面破口 所以明天是很关键 当然对从明朗的角度 希望破局 可是对蓝军来讲 我们其实很焦虑 希望明天即使不破局 至少营造一个好的气氛 是 绿营会觉得 会希望破局吗 美姐 但是也是看蓝白自己啊 还是说那个所谓 即使表面是演一场戏 最后非破局不可 这不是绿营希望吗 这蓝白和 我这讲根本叫蓝白拖好不好 拖时间啊 我坦白讲 那真正合起来就拖累台湾了 我们先讲了 有要全程公开 这表示什么 第一 双方没有互信嘛 我不知道你冲坑嘛 我全程公开 那全程公开谈什么 就什么都不能谈了嘛 全程公开就行礼如頤 行礼如頤嘛 那你在看各方的代表嘛 来 一边是谁 黄珊珊 从头到尾主战 最反对蓝白和 为什么 他知道国庆和亲民党的下场嘛 那这边金普聪 挺着胸膛倒下去 对不对 不能让国民党被吃了嘛 所以这边怎么合嘛 你就看得出来嘛 所以可能是先谈立委 先谈立委合作 我告诉你 我觉得连立委都不容易啦 我也坦白讲啦 你国民党买什么 你部分区都让给民众党吗 不可能嘛 你区域 你单单一个新竹 你就谈不拢了嘛 国民党会让的 本来就没希望的区 那民众党也没希望啊 那对民众党来讲 我柯文哲还不如怎么样 我就是保有我的人气 对不对 我就是不断的叫牌 我就步步进逼 显示你国民党就是没走 然后再加上你们又自己乱搞 全党去挺个马文军 还有个好游案 你们就去兵车 你国民党会失败 就是我柯文哲的行动 我收割下来 我现在第二名耶 我乘胜追击耶 到时候 我现在 泡出了一大堆东西 是你们不敢接 你们像个小闹闹 对不对 我再把蓝营的选票 再收割过来 那黄三三说 我们家清白不容污蔑 好了 那你一个马文军 来对一个黄曙光 那我请问你 那民众党不是 站到一个非常高 不是道德高点 他收割蓝营的一些选票 那些中华民国蓝 那些反共蓝的 对不对 那再加上搞不好 一些绿营的也会觉得 黄曙光一身价值 剩余价值都给了国家了 黄三三一家一门中恋 搞不好拼一点 前率的选票都有可能 有没有想过这一点 那你国民党就这么傻 国庆日不去犯傻 柯文哲无论如何去了 这件案子 马文军的案子 战斗蓝这样子 搞得这振振钱非常紧张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柯文哲不断叫牌 你们就一副 又不敢应战的样子 那我若是柯文哲 我当然乘胜追击啊 我到最后 这一切破绝的生 都是你笨国民党 我就冲我的不分区选票嘛 那所以蓝白 不要说蓝白 什么侯柯配 柯侯配 我就根本几乎是空中楼阁 蓝白要合 都是非常的困难 国民党一厢情愿 你说国民党笨 我觉得也不至于啦 他们应该也是 以死盘算 是不是想要吃掉柯文哲 只是说 现实环言柯文哲也不可能 不会上当嘛 不会被你骗嘛 蔡正元今天写什么 不如就分手了啦 不就是这样子吗 那国民党现在是干什么 不得不演这场戏 因为呢 都还要评评对方的选票 我如果把这个话 讲到太难听 到时候我要怎么拼 不是有人说 国民党想骗柯文哲 柯文哲没有骗你 国民党就偷笑了 我告诉你啊 你国民党没有被 柯文哲吸血 都已经偷笑了 民进党被吸了几年血 国民党还不知道 那民进党以前没经验 那国民党现在还在上当 那就请辩 那我觉得没有那么容易 但是 倒是黄世修讲的话 请你们注意一下 黄世修讲什么 他也是直接讲嘛 蓝白河骗局一场啊 然后他又讲哦 他到底故弄玄虚 还是话里头有意思 大家可以想一想 他说什么 他说 郭柯之间互动非常良好 那很多事情呢 就是呢 会自然而然会解决的 到时候呢 不久之后 就会拨云见日 然后郭台铭说什么 人家问郭台铭 真的玩假 他说我绝对玩真的 所以这是什么 你如果站在柯文哲立场下 你如果到最后 你是要跟国民党 或者是你要跟一个 没党没派的郭台铭 但是有钱的郭台铭 如果你是柯文哲 你会做哪个选择 有钱很好 有钱很好 第二 如果郭台铭就选总统 我让给你选总统啊 我柯文哲搭档你 或我柯文哲来当行政院长呢 你郭台铭没兵没马 但是郭台铭如果他真的想要玩真的 当然有一条路就是说 我就是已经破了连署 真的30万了 我拿到门票 但到最后就三败俱伤 对不对 那有一条便捷的中南捷径 就是去跟柯文哲谈 这不是不可能 这个困难少很多 那这里面大家就可以各得利益 所以我觉得与其你看 这个台面上演得非常热闹的蓝白盒 我真的认为他就蓝白拖 但是政治往往是在 你看不到的时候 你出乎意料 反正你不注意的时候 他就瞧瞧成形 那会不会 反而是郭台铭跟柯文哲这边 到最后突然间今天有个什么变化 我倒是觉得 这个恐怕是很快的时间之内 我们可以看得到 是 杰明哥 因为我们说蓝白盒即将要会面 那当然就说到底谁能说服谁 或是讲难听 谁骗谁不知道 但是还有另外一边的郭台铭 他会有可能这么的自甘寂寞吗 国民党跟郭台铭已经撕裂了 那现在郭台铭唯一巴望的一件事 还是柯文哲嘛 但是柯文哲心里也明白 我现在跟郭台铭谈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用处 我现在呢 就是要消耗洪友宜 因为这一路走过来 他消耗洪友宜成功啊 他的民调从这个 18个百分点 路路路路路 已经找到24个百分点 现在还有把民调 做到30个百分点都有了 所以回归的讲 是对于这一次 朱立元所提的 60%的民众希望和 柯文哲发生心里很开心啊 因为他就不断去塞龙 侯友宜 塞龙侯友宜 好 但我要说一件事情啊 刚才说什么 民进党最希望不要和吗 来来来 看一下侯友宜怎么说 侯友宜说 一直嫌怎么谈 再说一遍 侯友宜说 一直嫌怎么谈 所以真正不谈的人 不是民进党 不希望他们谈嘛 是侯友宜讲白了嘛 要包容 一直嫌怎么谈 但柯文哲就很坚持哦 侯友宜也不抱希望 侯友宜开始就说 我一定要选政啊 我怎么 我就是为了选政 然后两个去谈的都是主战派 没错 所以这个这场戏 就是要干什么 他目的计划 他们不是要谈何局 他们是要谈如何破局 才是关键点 但彼此还是要谈嘛 因为朱定言人说了 60%的人 要这个他们选要去 我这样讲 你真的要选的话 那拜托 那你这个 这个也太尴尬了 给大家看一下 早上谈有没有 来上午谈 下午什么 10月10到下午 他们就要办 所谓的 这个正台湾在出发 然后是 新北市竞选候选会 开始他们要办活动了 时间 7点到9点 你选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10月14号 侯友宜就是要自己选 要造势 对嘛 你早上台湾要合 下午就办 在他的本命区就办活动 所以各自选各自的嘛 换个角度来说 侯友宜现在的做法是说 哎呀 坦白讲 你赶快金谱中跟对方讲 我们没有兴趣 责任是在民众党 不是我们国民党 希望这个事情注意完 因为继续消磨侯友宜 侯友宜怎么办 我这样说白了 五个民调公司 那为什么不是六个民调公司 为什么不是四个民调公司 为什么是五个 好假设五个 那谁提三个 谁提两个 那为什么你要提三个 为什么提两个 那他们真的有兴趣民调 朱立元当时跟郭台铭 这个侯友宜是几个民调 13个民调 你直接说一句话 我们就按照郭台铭跟这个侯友宜的民调 13家 当然13家嘛 你一句话就签成了 但问题来了嘛 现在的状况来看 侯友宜最大的问题是柯文哲不断笑磨他 所以换个角度来看啊 其实当我看到名单是这个金谱中去谈的时候 我就知道故事已经结束了嘛 因为金谱中的做法就是一句话 兼臂亲也嘛 侯友宜当政嘛 没有人会当副的 没有人要当副的 好你说地方要这个谈和 柯文哲就说我无党籍 所以姓主不用谈 那其他地方其实大肆已定位 所以如果看这样 这不可能和的情况 到这就说那都是对方的错 不是我的问题 你看我们都谈了 现在做法就要这样子啊 国民党要一个表态 不管你谈什么样子 我侯友宜的造势活动已经进行当中了 像火车一样往前走 柯文哲跟我们谈 我们虚影以对 但是对柯文哲而言来说 当然一定要谈 表示是侯友宜不愿谈 我要符合那60%的 非律阵营的期待 我要占领这个区域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 郭台铭就在等了 反正如果能够 冲约高的这个 这个联署书 搞不好跟柯文哲 还有合作的机会 看看这机会 有没有机会 再把侯友宜的票再吸过来 所以整个状况来看一句话 其实是演给那些 20%的人 其实不是60% 其实就20%人 说你们要合 而这20%的板块挪移 这20%板块挪移 如果移到柯文哲来 不得了 他30以上起跳 这20%挪移到国民党 那侯友有机会往上走高 但我要说一句话 你这个角度